哦 又是一个美妙的一天 当然 今天和晚日都不一样 至于为什么 不是因为天空非常的蓝 也不是因为我换了床 好了 现在就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吧 看我的 无敌神威 看到了没有 我的床瞬间变成了钻石 不 这不是由于我的床是有钻石构成的 而是我最近新获得的一种能力 无论用手触摸任何东西 都能够让它变成钻石 真是一个不错的能力啊 有了这个东西 从今以后我就不会再为钱财而发愁了 当然 现在我的能力还不能够做到完全控制 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出现没有变成钻石的现象 但是这都没有什么关系 好了 你现在不要触碰这个桌子 我可不想我们又要换一个桌子 哦 好吧 你们居然为了一个桌子这样对我 真是其有资历 这个地方我不待也罢 烦死了 你还有没有点羞耻心啊 这已经是第几次了 不仅仅是桌子 就连食物都变成了钻石 你搁这儿演我们的是吧 这不过是一个意外 好了 我还是去看看我的店铺吧 自从觉醒了能力之后 还没有去过一次呢 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 嘿 大家伙们好啊 哦 什么情况 这是终于想起来自己还有一个店铺吗 赶紧的吧 我们都快等不及了 哦 稍微等一下 我可能有一些不方便 好吧 马上就来 哦 我的天哪 我明明没有释放我的能力 可恶的 好吧 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倒霉 居然又不经意之间触发了能力吗 好吧 这是你们的茶 嗯 嘿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感觉你一副不太高兴的样子 事情是这样的 我觉醒了超能力 能够将我所触摸的东西 全部都变成钻石 所以我现在真的苦恼 虽然这个东西有时候挺好用的 但是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一个麻烦 什么 还有这样啊 我今天就不信了 这时间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能力呢 嘿嘿嘿嘿嘿 停下 你在干什么 卧槽 什么情况 哦 有鬼啊 救命啊 哎 都说过了 你偏偏不信 这下好了 哎 算了 既然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么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将这里全部变成钻石 哇哦 哈哈哈哈 好了 走了走了 有了这个能力 我连开店的欲望都没有了 哈哈哈哈哈哈 喂 你赶紧给我解开这个东西啊 可恶的 我现在这个样子要怎么见上啊 喂 没有办法了 嗯 等等 这是什么情况 是这样的 由于足球踢上了树 所以我们就准备上去拿 然后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哦 但是要是让我救他的话 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 快点来救我 哦 哦 好吧 反正是50%的几率 光个锤子 不要怕 崽子 我马上就来救你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哦 这次居然没有触发能力吗 真是太好了 哦 情况转转了 他们也变成了这个样子了 卧槽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会这样 不对 或许我应该要找我的朋友帮忙了 没错 是这样的 他一定能够研究出 解决钻石化的药水的 嘿 朋友 你在家吗 赶紧开门啊 我有急事找你 哦 什么鬼 这是 我的家吗 what what the fuck 哦 来了 请稍等一下 怎么了 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嗯 快 现在情况紧急 赶紧研究一个 能够去除钻石化的药水 什么 钻石化 等等 难不成我的房子 也是你搞的鬼 呃 这只不过是一场意外而已 嗯 好吧 我只能够试试 并不能够保证完全解决 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什么情况这是 哦 等等 这是什么东西啊 啊 啊 完蛋了 这些全部完蛋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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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